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星电子在记忆体晶片市场中的惊人表现 三星的营业利润在第二季度飙升了超过15倍 达到10.4万亿韩元 这得益于全球人工智慧、AI、需求的激增 尽管如此,三星在AI记忆体市场中仍面临着来自SK海力士的激烈竞争 三星的股票表现较为平淡 而SK海力士的股票则因其在高带宽记忆体、HBM、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大幅上涨 此外,三星还面临着内部工资纠纷带来的罢工威胁 这些挑战是否会影响三星在未来的市场表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记忆体晶片市场的变革浪潮与人工智慧、AI、技术的推动下 三星电子这家科技巨头再次占到了辉煌的巅峰 近期,三星公布了多年的最佳销售和利润增长数据 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的背景下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三星在6月季度的初步结果显示 营业利润增长了15倍以上 达到10.4万亿韩元 约合75亿美元 这一数字远超市场预期 销售额也显著增长了约23% 这是自2021年疫情高峰以来的最大增幅 这些数据显示出记忆体市场在经历了疫情后的低迷期后 正在强劲反弹 主要受益于数据中心和AI开发的快速增长 三星计划在7月31日公布最终财报 并提供更详细的部门数据 消息一出 三星的股票在首尔交易所中上涨了1.7% CLSA证券韩国的分析师Sanji Vrana指出 AI伺服器和企业数据存储的需求 推动了记忆体晶片平均价格比上一季度上涨了15% 使三星最大的部门扭转了去年的亏损 Nikei Asia进一步报道 三星在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5倍 达到10.4万亿韩元 收入则飙升23.3% 达到74万亿韩元 这些惊人的数字并非偶然 而是得益于记忆体晶片行业在长期低迷后的强劲复苏 值得一提的是 三星在其季度财报指引中仅发布了这两个数据 完整的财务数据将在本月晚些时候的分析师和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揭晓 然而成功的背后也伴随着挑战 三星在高带宽记忆体 HBM领域面临着来自本地竞争对手SK海利市的强大压力 SK海利市目前是NVIDIA供应HBM晶片的主要供应商 而这些晶片是AI计算和训练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组件 三星正在努力进行资格认证 已向NVIDIA供应其HBM晶片 但目前尚不清楚何时能通过测试 野村证券的高级分析师CW乘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由于过去的管理失误 三星电子失去了成为新HBM市场先行者的机会 在产品竞争力上落后 然而市场对三星的新管理团队抱有很高的期望 自五月以来 三星半导体业务的负责人已经更换 副董事长Jun Yanghan接替了自2022年以来 一直领导该部门的Keyang Kaihan 在他的领导下 该部门在记忆体晶片市场低迷期间 亏损了数十亿美元 三星的复苏也得益于韩国政府的支持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韩国政府本周表示 该国在六月创下了半导体出口的历史新高 推动贸易顺差达到80亿美元 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最大数字 这些数据显示出韩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强大竞争力 并且为三星的业务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尽管三星的业绩表现令人瞩目 但市场对其在AI晶片新领域中的市场地位仍存担忧 与SK海利市相比 三星的股票表现相对落后 根据市场数据 SK海利市的股票自2024年初以来上涨了约60% 而三星的股票仅上涨了约8% 这一现象反映了投资者 对三星在AI晶片领域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三星的管理层需要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特别是要加强在AI晶片领域的竞争力 根据Nikkei Asia的报道 三星正在努力缩小与SK海利市在高带宽记忆体 HBM领域的差距 HBM晶片被广泛应用于先进的人工智慧应用中 对于三星来说 这是一个必须争夺的重要市场 未来 三星的重点仍然是赢得更多AI记忆体业务 同时缓解供应过剩的担忧 在这方面 三星需要采取更积极的策略 包括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 此外 三星还需要应对内部挑战 就在公布财报的几天前 三星的工会组织者计划在其28000多名成员中 发起为其三天的罢工 包括在关键的晶片工厂 这次行动是继上个月少数员工参与的罢工之后的首次罢工 也是该公司55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总体来看 三星在记忆体晶片市场的复苏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 但它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未来 三星需要积极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 并且在全球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 记忆体晶片市场的需求将继续增长 这对于三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星的新管理团队能否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三星电子公布了近年来最快的销售和利润增长速度 主要得益于全球人工智慧 AI发展加速 带来的记忆体晶片需求回升 作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 三星在六月季度的初步结果显示 其营业利润增长了15倍以上 达到10.4万亿韩元 约合75亿美元 超出了市场预期 销售额也增长了约23% 这是自2021年疫情高峰以来的最大增幅 这些结果反映了价值1600亿美元的记忆体市场 在今年从严重的疫情后低迷中反弹 主要得益于数据中心和AI开发的繁荣 根据CLSA的估计 这种需求推动了记忆体晶片平均价格 比上一季度上涨了15% 帮助三星最大的部门扭转了去年的亏损 CLSA证券韩国的分析师Sanjif Reina表示 AI伺服器和企业数据存储的需求 推高了DRAM和NAND价格 逆转了库存估值损失 此外 三星的代工业务 也因IT需求的改善而受益 韩国政府本周表示 该国在6月创下了半导体出口的历史新高 推动贸易顺差达到80亿美元 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最大数字 然而 尽管三星受益于更广泛的行业复苏 投资者仍对其在AI晶片新领域中的市场地位 感到担忧 尤其是在与竞争对手SK海力士的比较中 SK海力士现在是高带宽记忆体 HBM的主要供应商 这对AI硬体非常重要 三星在获得NVIDIA认证其最新 HBM晶片方面遇到了困难 NVIDIA因对AI加速器的需求 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晶片制造商 三星的股票表现也落后于SK海力士 后者报告了自2010年以来最快的收入增长速度 SK海力士的股票自2024年初以来上涨了大约60% 而三星的股票仅上涨了约8% 投资者越来越担心三星对SK海力士的回应能力 特别是在AI记忆体市场 三星在公布财报的几天前 工会组织者计划发起为期三天的罢工 包括在关键晶片工厂 应工资纠纷 这次行动是继上个月少数员工参与的 罢工之后的首次罢工 这是该公司55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长期来看 三星的重点仍然是赢得更多AI记忆体业务 同时缓解供应过剩的担忧 三星在5月意外任命了记忆体晶片老将 Jun Yang Hai 为其最重要业务线的新领导人 取代了Jun Yang Hai 此前曾领导三星 SDI 总体来看 三星电子在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 同比增长超过15倍 达到10.4万亿韩元 约合75亿美元 收入也飙升23.3% 达到74万亿韩元 这些数据反映了记忆体晶片行业 在经历长时间低迷后的强劲复苏 尽管如此 三星仍面临着缩小与本地竞争对手 SK海力士在高带宽记忆体 HBM领域差距的挑战 这些芯片被用在先进的人工智能应用中 SK海力士目前向NVIDIA供应 HBM芯片 而三星正在进行资格认证过程 已向NVIDIA供应其 HBM芯片 但尚不清楚 何时能通过测试 三星在半导体业务的管理层变化 也是关注焦点 副董事长Jun Yang Hai 取代了自2022年以来 一直领导该部门的Kang Kai Hai 在Kang Kai Hai 的领导下 三星的半导体部门 在记忆体芯片市场低迷期间 亏损了数十亿美元 投资者对新管理团队 在中长期内解决这些问题 抱有很高期望 市场对三星未来几年的表现 充满期待 尤其是在记忆体芯片和AI应用领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三星这次的利润飙升就像是大雨至水 终于压制住了记忆体芯片市场的洪水猛兽 疫情后低迷的市场如今因为AI的发展而复苏 几乎像是凤凰涅槃般的重生 三星在这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利润都大幅上涨 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成就吗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说得真好听 但实际情况是 三星现在还在和SK海力市的竞争中 被打得满地找牙 你知道吗 SK海力市已经成为了高带宽记忆体市场的王者 而三星还在为NVIDIA的认证苦苦挣扎 虽然三星利润飙升 但这更像是回光返照 不能代表长期的成功 谢琪琪 我看你是站在屋顶上看热闹不怕是大 三星的股票虽然涨势不如SK海力市 但我们不能否认 三星的多元化业务和市场份额还是非常强大的 三星的记忆体晶片业务虽然面临挑战 但这只是暂时的困难 再说了 三星的代工业务和智能手机业务可都是全球领先 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战绩啊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像你是三星的董事长一样 三星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记忆体晶片市场上 还有内部的管理问题 你看看 工会组织者计划发起罢工 这不是闹着玩耳的 如果员工罢工 关键的晶片工厂停工 那三星的利润还能保持吗 这就像是周幽王烽火系诸侯 最终把自己给玩死了 谢琪琪 你这比喻有点过了吧 罢工只是短期的问题 三星完全有能力应对 再说了 三星的新管理团队已经上任 他们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就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临为寿命 一人扛起了蜀国的重担 我对这支新团队抱有很高的期望 他们会带领三星走向新的高峰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仿佛三星是无坚不摧的 但现实是 三星的市场地位正在受到威胁 尤其是在AI晶片市场上 现在是21世纪 不是三国时期 靠一两个管理者扛起全公司 是不现实的 三星需要的是全面的革新和提高 不然再多的利润增长 都是空中楼阁 随时可能崩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聊聊三星电子的最新财报 以及它跟AI记忆体市场的种种纠葛 三星这次可真是大爆发 营业利润增长了15倍以上 达到75亿美元 销售额也上涨了23% 这简直像做了火箭一样飙升 为什么三星这么猛呢 这背后的工程可非记忆体晶片莫属 全球AI的发展如火如荼 数据中心和AI开发的需求 也跟着水涨船高 结果就是记忆体晶片的需求量大增 CLSA的分析师指出 这导致记忆体晶片价格上涨了15% 帮助三星扭转了去年的亏损 要知道 AI伺服器和企业数据存储可视状和NAN晶片的主要消费者 这些晶片就像是AI的粮草 没有他们AI是跑不动的 三星的股票也跟着上扬 虽然只有1.7% 但这也能看出市场对他们的信心 不过投资者还有些忧心忡忡 因为三星在AI晶片这块还没能追上竞争对手SK海力士 SK海力士可是现在高带宽记忆体 HBM的主要供应商 而这种记忆体对AI硬体来说可是不可或缺的 三星在获得NVIDIA认证其最新HBM晶片方面遇到了困难 而NVIDIA已经成了全球最有价值的晶片制造商 这对三星来说可不妙 再来看看SK海力士 他们报告了2010年以来最快的收入增长速度 股票涨了60% 跟三星那8%的涨幅相比 简直就是火箭对比蝸牛 投资者担心三星在这场竞争中的表现 但三星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在5月意外任命了记忆体晶片老将 Jun Yangyan为新领导人 希望能在AI记忆体市场上扳回一城 不过三星内部还有些麻烦事 工会组织者计划发起为其三天的罢工 这次罢工可是涉及到28000多名员工 其中包括关键的晶片工厂 这是该公司55年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 工资纠纷闹得有点大 还不知道有多少员工会参加 不过这也说明了三星内部还需要进一步的管理改进 总体来说 三星的表现虽然令人惊叹 但在AI记忆体市场上的竞争仍然激烈 三星需要在确保供应链稳定的同时 加强自己在AI记忆体领域的竞争力 毕竟AI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谁能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上风 谁就能掌握未来的金钥石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大家对三星的最新动态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是六博士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